他们经常会塑造议题来吓大家 在金融圈有教父地位 怎么会连任内赵丰金 被美国纽约金融服务署警告 却知情不报 他上一份离开 二月份检查报告出来 我相信他有看过 而且他处理一段时间 他对本案很清楚 时任警官会主委 曾明宗以及王立林 还有前财长张慎和都说 事前完全不知道 但今年二月赵丰收到 美国来含金检报告 三月蔡友才就请辞获准 四月操盘引演两个见机资管 时机实在太过巧合 去年的十月份 纽约的监理署 有派人到总行来 那沟通也不顺畅 那总行也不太重视 所以包括分行跟总行 都不够重视 曾明宗点出去年十月 美国纽约金融服务署 来台湾找了赵丰金 当时赵丰金董事长 还是蔡友才 不但没有通报 甚至选在三月离职 不过蔡友才反驳 一年多前就已经跟当时的 财政部长张慎和口头请辞 四五次并没有闪退 蔡友才还说因为政党轮替 与其被换 还不如干脆自己先换 对赵家庭因素辞退的蔡友才 没想到转任见机变投资者 加上他在董作任内 更曾力推赵丰张盈和男生人寿的责病案 他辞掉赵丰金的位置 除了因为520政党轮替 更重要的就是说发生了这件案子 他急着要规避他的法律责任 民进党立委蔡益瑜还到台北地监署 控告赵丰金钱董事长蔡友才 违反洗钱和背信罪 蔡友才争议也接连涌上台面 东森财经新闻江明星 沈玉腾台北报导